今天我们先生本次粉丝真的非常热情来欢迎张婉宜先生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婉宜 然后第一次来到重庆来的真的是感受到重庆人的热情 刚刚张婉宜先生说的欢迎已经感受到我们重庆粉丝 对我们的热情了那么长度的时间里我们张婉安静一下 我们认真的来聆听一下张婉宜先生带给我们的接下来的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张婉宜先生呢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出席我们的保时龙的活动 可以来一下您来到我们的现场此时此刻感受如何吗 可以跟我们一起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我们重庆人的热情 然后第一次来到重庆第一次来到我们保时龙的门店 然后非常的开心 那您今天也是身着一身非常帅气的干练的西装 来到我们的现场 因为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搭配的造型当中的重点 或者您想要推出的一些特点吗 保时龙它的特点就是大胆先锋然后不断的创新 保时龙也是一家百年珠宝的法国珠宝世家 然后它的产品呢其实都非常的随系 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穿着是油仔服也好秀仙服也好 还是像我今天这样的正宗也好 其实它都可以自由的搭配 那么在您心里当中您认为我们保时龙世家的精髓是什么呀 可以为我们来诠释一下吗 精髓就是他很大胆敢于不断的去创新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其实现场的粉丝朋友们 以及还没有当场的粉丝朋友们 都很关注您最近的动向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继续在忙些什么呢 最近啊就是在好好地享受生活 然后休养休息会后面拍戏工作 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想替我很多的粉丝朋友们来敲敲会一下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期盼着《超相思2》 可以透露一下什么时候上映吗 应该是今年要对我们上映的 谢谢 好 今年就会上映啊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戏 或者作品要跟大家见面的吗 今年还有紧续安宁还有柳州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希望多多支持我们的 紧续安宁啊 《超相思2》还有柳州记 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保时龙 各位粉丝朋友们会不会热情的支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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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的结果有没有什么祝福 送给现场的粉丝朋友 或者送给我们保时龙的 祝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里面天天开心 然后也祝我们的保时龙 嘎其烈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好 谢谢 谢谢张马云先生带给我们的祝福 感谢您 好 谢谢